大家好 我们这期节目接着学习CAKE PHP Framework 就是CAKE PHP的框架 我们之前有三期节目 然后从开头 然后到创建我们的第一个项目 到一些高级功能的设置 首先是配置 安装 数据库 然后我们创建了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APP 第一个APP就是这个 显示我们的所有的articles 然后并且可以允许你加入新的articles 然后我们可以编辑现有的article 或者是删除我们现有的article 当然还有就是 看它的具体信息也是一个 然后我们利用它的一个bake工具 然后自动创建了一个叫tags 叫tags的运用 它是运用程序 也是一串 就是你可以加入tag tag的用处就是让你组织你的article 你的文章 像一个一组一组的文章一样的 比如说归于我们把一些文章归到sports里面 一些文章归到music tool里面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归到tag1里面 就这样一个tags 它自动产生了很多的template controller model 然后它同样具有了很多的功能 比如你可以加一个新的tag 然后你可以加view 你可以看它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tag1 它有两个articles 一个叫post3 一个叫this is test4 就有两个 然后你也可以删除其中的一个tag 当然你也可以编辑它 基本上的功能都这样 最后 最后我们在第三期里面 找种讲的就是tags里面的 tags如何把tags放到我们的articles里面 然后就介绍了程序的修改 我们修改了我们的程序 修改了controller 修改了article tables 修改了article controller 然后我们还修改了table 对我们还在model里面修改了table 就是修改了这个article 这单一的article 这个entity修改了这个 其中加了一个get text strings 这个东西 然后返回到我们相关的text strings 相应的就是我们之前看的articles 然后编辑它 就是这一串 text strings就这一串 这一串的功能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什么呢 学习那个用户的authentication 用户的登录注册 然后权限访问等等的一些功能 其中它用到一个它的plugin 它的插件叫做cakephp 然后下面的authentication 它会把我们的用户名密码 以安全的方式保存在数据库 好 首先我们来安装它的plugin 我们来到我们的命令喊方式 Clear 来到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就composer composer require cove a cake php 然后authentication 它是一个大破绝号 2.0 就是大于2.0和2.0以上的版本 authentication cakephp 就回车 然后composer 之前的节目我们介绍过很多了 composer就是专门用于php的 software package 管理的工具 安装 然后升级 下载 管理我们的代码 就是package 叫做第三方模块 或者叫模组 或者叫软件包 管理它用功用的 好 它只下载 下载完了 没有什么错误 2.3版本下载了 下载完了 好 我们就接着下面 下面就add adding password hashing 就是我们需要产生那个密码的哈希值 首先我们需要create a controller table entity and templates for users table 我们有users table 我们之前数据库里面有一个table一直没有用 大家还记得吧 叫做users table 我们一直没有用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东西 目前什么都没用 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里 好 使用工具 我们上一期介绍的工具 它叫bin目录下面的cake 这个命令 大家可以看一下命令 llbin 它就有cake这个命令 它是可执行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可执行文件 然后我们就 bin cake 第二用bake 这个command-align 产生代码 产生所有的代码 for users 我们这里之前没有 之前没有 大家看到什么都没有 没有template 也没有user 这个东西 没有 有tag 是他说 user user 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了 他有一些user 我们再让他创建字吧 我们看看他为什么 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users template edit 我们打开一个index 我们打开一个index 然后我们来 再让我们的程序 我们放到这里来看 好 然后all users 回车 它就会产生 它告诉你了 这个user table已经存在了 它之前可能是 已经自动给我们 产生这个文件 我们就yes吧 我们就yes 然后让它覆盖掉 do yes d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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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 好 我们就是覆盖 全部覆盖一遍 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修改 然后我们产生的这个后 大家注意到就是 它的密码是一个 plain text 就是纯文本格式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来修改它 我们来修改它 但首先呢 那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库 数据库 它有 它有个user table user table里面呢 它现在有这个 一个用户 但是它的密码是secret 是纯文本格式 没有加密的 非常不好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 到它的一个网页上 到它的一个网页上 叫做user 因为我们已经创建了 一大堆的东西 我们就直接到users 它应该给我们个list 这是list password 非常糟糕的 非常糟糕的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来修改我们的代码 好 首先呢 我们到我们的model 然后它解释了一下 我们再解释一下 它这里一个 table和entity的区别 我们在model这个下面 看到一个table table呢 它就是映射于我们数据库的table 就很直观的table 比如说这个table articles 它保存了很多的articles 多个articles 其实每一个article文章 个别的文章就是一个record 这个个别的文章 一个文章就是single article 就映射到我们的entity里面 大家理解了吧 这里是稍微有一点点 它的定义的方式 它把它定成entity entity 是个entity 它extends entity 然后它就定义了它的这个accessible的这一堆值 这个accessible的这一堆值 然后get tag 就是它的 它一个help function 这个不用管它 同理的user 它也是 它是一个entity 就是它表示在user table里面 我们每一个记录 每一线记录 每一条单一的用户 它就是一个entity 它把一堆entity entity users 放到了我们的table 所以就映射了我们的users table 就是users table 就是这个 好 这就是它的基本结构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代码 然后它这里就要求我们修改这个 user php 我们到entity里面 user entity 然后就修改啥呢 然后add this method protect function 就是set password 好 就是add this 就是它之前有两个值 protect值 variable 变量值 这里本地的变量保护 好 稍微拆举关于这个public protect 还有private的区别 public就是从外面 任何一个 你写 你写一个class 也可以使用这个 也可以使用它的这个变量 就public 选的method 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是private protect的话 就只有它本身和它的 它的子 子内 叫做 如果我们有个 比如说 school users extend user 它的school user 是user的子项目 子项 那么它就可以 也可以使用这个protect private private就只有 单前这个 如果你是private的话 它的子项也不能使用 比如说你有一个class 叫做college college user 它继承了这个user 但是它不能使用这个private 这个private 不能使用这个method 方法 不能使用这个方法 有基本的区别 好 它这里 setpassword 就是使用它叫的 也是内建的一个函数 我们直接就用一个hash值 default password hasher 就把它hash值 把它设成一个hash值 hash值 我们的环页 这里没有改 我们可以修改一下 尝试一下 我们还没有做edit 应该做了edit 好 我们这 刚才是secret 我们刚才是 我们现在把它保存 它应该就会设置一个hash值 还是secret 还是secret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它还是没有变 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结果还不 还没有完成 应该是还没有完成 好 我们将尝试使用 使用这个叫做newuser的 我们使用newuser来创建 新的newuser 好 我们的email 然后地址是我们就 好 传接一个submit submit 出现错误 出现错误 哦 没有加入default password hash 没有 没有把这个加进去 在use 还记得吧 use 在use的时候 我们要加进去 好 就这个东西 我们使用它 所以我们把它加进去 dependent injection 这里不是 这里是直接 创建一个project 就创建一个project project object对象 创建一个对象 好我们再回过我们的网页来 再来一次啊 好 I would run Submit 还是错误啊 还是错误 还是错误 看一下我们的代码啊 代码 已经使用了 我们在这里已经使用了 使用了default password hash 好 刚才可是我没有刷新啊 刚才是没有刷新啊 这会再来一次啊 好 我们submit 应该就可以了 啊 还是 还是 犯了给小错误 我之前我从这个错误信息里面的拷贝 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是第三方的 还知道我们刚才用那个安装的 所以应该是这个 啊 放在这 憨 小憨问题 哎 好 我们是第三方的模块 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app model 是第三方的模块啊 这是模块 好 保存 保存之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好 好 我们保存 submit 好 do not save ok 好 他就给了hash值了 同理我们现在来修改一下我们这个secret 他是secret 我们就他应该也是产生一个hash值 还是一样 奇怪 我们把它delete掉 delete也不行啊 好 不管了 不管了 暂时不管了 不知道为什么edit就不能用 是不是在edit里面要加一个set password 他没有讲他没有讲在编辑的过程中怎么样 好 我们下面是要加入用户登录啊 用户登录 adding login 好 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们的用程序将会使用到叫authentication middleware和 这个这个midware是中间层 这个authentication是个中间层 嗯 并且提供一个叫做authentication service 就是service是他系统里面很多需要各种各样的service login也是个service的一种 events也是个service的一种 它是提供一个service 嗯 这个service呢 就是把我们是一个utility 是个工具的class 就让我们来 嗯 配置我们的authentication的过程 就是如何如何进行authentication 如何进行登录校验啊 这个authentication middleware 它会在调用controller之前 前就运行这个东西 然后它像一个queue就是对列 它产生一个对列 然后呃就处理我们的credential 呃然后处理我们user的authentication 选择在controller之前我们就要完成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用过的叫auth component 我们之前用过一下啊就就有一个一个地方用到一下 好这个 现在我们就是使用这个authentication service和middleware啊 它把这个 它这个逻辑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特定的classes 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authentication process 就是教验的过程 就是在controller之前进行教验的过程 第一第一就是教验检查这个user is authenticated 就是password username啊 这两个教验 然后再把这个教验的过程把它插入到我们的users 和这个authentication的结果 然后之后的程序将会调用到它 现在我们来修改第一个程序 它是在srcapplication.php文件里面 我们还是找application啊 src这个文件啊 这个application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啊 它叫authentication 这里有吗 没有authentication 我们就copy这一串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啊 之前没有authentication interface service interface providerinterface midware serverrequest interface 这一大堆的东西我们加进来 然后我们需要 在application这个class里面 我们要implement一个interface 它首先它本身原来已经extended 就是继承了这个base application这个参数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implement interface interface interface还记得吧 interface跟class的区别 比如大家在oop里面 面向对象的编程里面 class里面有具体的 具体实体化的一些methods 就是你必须写写的code 完成它的逻辑关系 而interface呢它只有一个名字 比如说它只有一个public function 里面这些code是没有的 那就是interface 然后 interface 然后再加一句叫middleware function 它这里有个middleware function addfollowing 叫middleware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middleware里面 看看它有啥 嗯 这些都一样啊 middleware queue 加这两句 就加这两句 就什么呢 我们先加进来再说吧 其他的我们加到最后啊 嗯 不对 不是加在这啊 不是加在这 不是加在这 加错了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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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这里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是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括号 三个括号 加在这个逗号的下面 这个分号的下面啊 分号的下面啊 分号的下面 好 copy过来 加在这 我把这个删掉 这个已经有了 这里有一个 好 它是一个middleware的queue 这里之前就有很多东西 它这里 错误处理 assets 它的一些assets 比如说image啊 stylesheet route 处理 body path middleware cross side reference protect 就是csf 黑客攻击啊 这里就route middleware 我加了个route middleware 还抓了个authentication middleware 好 就是加了一大堆东西啊 两个 实际上就两个 然后在下面 getauthentication service 下面啊 还有函数啊 他没有这个 他没有这个函数 他没有这个method public function 没有这个 这个方法啊 没有这个方法 我们就加进去 加进去 好 加进去 稍微做一点改进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好 它的也不是很难理解啊 它就是创建一个这样的method getauthentication service 这个method 首先它创建一个object 就是对象的实体啊 创建这个实体以后 我们给它 嗯 没有 如果unauthor 就是没有 没有验证的用户将会 定位到users login这个 这个path 这个地址 UIL地址里面 然后它的redirect 就是重定向到这个地址 这里没什么 然后呢 它这个instance里面 我们就load什么 loadid 就是 用户名和密码啊 ID 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呢 我们又load一个叫做authenticator 首先是用session 检查session里面的 如果session没有值 那我们就从这个form 它的表单里面就是login form 就这个form 还记得吧 就这个form 我们通过这个form里面 拿到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就是email地址和password 最后return了我们的authentication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修改它的appcontroller 大家记住这里现在是appcontroller 就不是我们 我们默认的article了 跟那个article没关系了啊 我们现在是默认的user 叫做controller srccontroller appcontroller 这个啊 这个是我们建设这个 我们这个项目的过程 支持的时候它自动创建的这个appcontroller 所以我们就要修改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要修改这个function initialize 它这里已经有这两个东西 然后我们需要加一句 就这一句 实际上它这里已经有了啊 它这里已经有了 把它 不是 不一样 load component from protect 不是 我们加这一句 我们在下面加 最后我们加 好 这样我们就加在 加在这个authentication里面的 authentication 的那个service 然后来教验 教验 然后 教验我们的结果 或者是就把你log住 就锁住了 就锁住你的login 就是这一个程序 好 它这里解释了整个这个程序的过程 就是说 每一个的网页请求 它首先就会 就会掉我们这个authentication middleware 它会检查 首先检查我们的session php session 是否是一个已经经过验证的用户 一个登录的用户 否则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会到userlogin page 然后从那个 从login page的那个field里面 表单里面提出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 最后进行教验 然后它有一个这个参数 你可以通过这个调用 调用去看检查它名的值 你可以通过这个authentication get attribute authentication get attribute authentication 就调用它的值 在controller里面 就可以调用这个 所有的 所有的网页将会被 被限制 被限制住 通过我们这个authentication component 这个东西限制住 必须要登录 必须要登录 否则的话就看不见 我们先 他说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 他应该会出错 他应该会出错 我们到这个网页看一下 好我们回去了 他就他就infinite loop就错了 所有的任何一个网页都不能访问 我们看看articles能不能访问 回到这 都不行 任何网页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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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s 我们试试articles 好都不行 就所有的项目都被限制住了 通过加入这个middleware 就中间层的 这个教育验过程 我们就全部都禁止了 访问了这个整个网站 就安全性很高了 然后我们就要在user controller user controller里面 完成我们的下面的代码 到我们的文件 先叫users controller 这个里面去 users controller 好 这是users controller 首先叫before filter 他要求加我们加这两段函数 加入这两段functions 在这里叫method methods functions all methods public function 好我们就加到最后吧 他是index 这些都放前面 add edit delete 我们就放到最后啊 这没关系 他没有没有顺序的影响 所有的class 他没有顺序的关系啊 他只是调用的关系 而不是顺序的关系 好我们就加入了这个 before filter 最后我们再加一个 把一起做完吧 叫login page 我们要login的那个玩页啊 user 然后我们在template user login里面 我们就加入login 好 拷贝这一串 拷贝过来 然后我们先 先来测试一下 我们先不管他 先测试一下 因为就到login page 好就对了啊 login page 任何玩页到 他会 就会到这里来啊 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创建了一个 用户名还记得吧 好 好 应该就可以login 试试 好 login成功了 我们之前创建的用户名 是成功的啊 好 我们创建的这个是成功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程序 来简单的 阅读一下他的代码啊 他的before filter 也应该是我们的基层关系啊 他使用了cake event event interface event 然后他就调用父 腹内 父亲的那个filter 把events传过去 同时呢 我们就 我们本身这个authentication呢 就add authentication kitted action 叫login 我们把这个注册掉 注册进去 注册到我们的authentication 这个login 就对应的是这个啊 login 这个函数就 他首先当然就 allow method 就是get或者post都允许啊 他为什么get 给呢 不不所谓了 他是给一个hashcode 也可以 没关系 他result呢 就 this authentication 就get result 现在给 给一个result 这个result 如果是 是有效的呢 我们就 redirect to controller articles index啊 就redirect到这个默认的网页上去啊 刚才我们login后 他自动的定义到这里面去了 好 我们可以点一下其他任意的 好 可以 好 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义logout 就呃 登录出去的 退出的功能 然后 如果这个is post 而这个他是request is post 然后result is not valid的话 他就会 嗯 提示错误信息 还记得flash吗 flash就是提示错误 并把我们的session给清空 好 这就是他的两个呃 函数的意思 好 我们在接下来就 他做了一些改进啊 就是说 我们想让用户看到 嗯 index的文件 就是可以让他们看到首页 但是不能进到其他的页面去 所以我们在before filter 这里我们就要加一个东西啊 就是user controller 在before filter里面 我们加一个东西 嗯 他只是给了个login啊 就是login 就是 就是login 就是这个login action 还记得action吗 action 就是他的一个action login 我们还有indexview indexview indexview 所以我们就把indexview加进去 我们加入这句我们看看效果 但怎么logout呢 我们用啊 我们打开一个private window啊 private window 好 这是我们的private window 好 我们来再来教演一下 好 先掉进去 嗯 这里不行 这里不行 article不行 还是要到user 那我们现在再 再尝试users 试试 啊 users可以 这样就不好了 就可以 把users放进去了 这应该不对了 他这里的index indexview 他是view当前的user 所以这是在usercontroller 我们这个这个应该是不是在这里面 啊 在appcontroller sorry 不是usercontroller啊 搞错了啊 抱歉 不是这里 我们这是usercontroller啊 这是usercontroller 我们要到appcontroller里面去 appcontroller 他这里加入这个函数 在下面啊 加入这个method 为什么老说方式函数呢 好 啊 indexview 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在private window里面 这里应该就不允许了 这里不允许 还是可以 不知道为啥 好 我们在usercontroller 不应该啊 usercontroller test啊 所有的都到了 然后我们在users 嗯 还是可以 哈哈哈哈 好 我们看articles articles可以 articles可以 可以 嗯 嗯 它是view 啊 所有的都 因为app 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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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所有的index page 所以他这里user也是可以的 tag也是可以的啊 tags 也是可以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 users也是可以的 users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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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articles也是可以 然后我们还有个pages 我们应该还有个pages 啊 template 我们看一下啊 template里面article 我们还有个pages 我们应该pages也是可以的 啊 这pages不行 好 就是说他在indexview里面 他这个定义不是称号 但没关系 就是他实现了他的功能 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让users 让他们能看到 对吧 不能让他们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嗯 这个就 action index dexview 哦 知道应该是 在我们在user里面再看usercontroller 只允许这个看 appcontroller 只允许这个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这里放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article里面放 而不应该放在这啊 我们再说一次 就这里他user 他这里也是index userindex articleindex textindex 都可以看 我们不允许的 所以这里不应该放在这儿 再说一遍 我们把它放到哪呢 我们放到那个 放到我们的article article article 放到article里面 controller里面 好我们在articlecontroller 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啊 把它放在这儿 然后按comments 应该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功能 articles 好 回车 回车 对了 user不行啊 user不行 我们看一下articles articles可以 我们再看一下tags tags应该不行 tags tags也不行 perfect 我们这个现在研究了一下 他只能懂得的显点东西还挺好的啊 交易 好 最后是logout logout 就是说我们重新到这里add的话 他就会定义到login啊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回到这儿 然后我们打入article articles articles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尝试点这个 他就会到这里 然后我们再login啊 goon.com 好 login 好他就可以啊 就重定一下到我们之前的这个 嗯 网页啊 非常好啊 好我们就把它关掉 但是 最后我们就logout logout logout 就还是在user controller里面啊 logout 这应该挺简单的 user logout login 这里是login 然后我们就logout 它是一个action 还记得吧 action 它是一个action 对应的我们要建个page 在template里面建个page user 这里 然后我们就欠这个 像说 logout.php 然后我们把logout.php 哦 它没有 它没有logout.php 它没有 把它删掉 它不需要 好 嗯 logout 好我们尝试一下看看 掉我们这个函数它为什么结果 它为什么结果 我们之前我们之前是login的 我们可以编辑的啊 可以login的 我们就要用logout 啊 user users logout 试试 好 就logout了 很好 然后我们回到articles 应该就可以看 但是我们要加的话就让你login 同样的edit 要login delete 要login delete login 对不成功 所以还没有delete 还是在啊 好 嗯 最后我们就enable registration enable registration 好它这里我们现在程序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到user adders 我们要它就必须要你必须login进去啊 add 它就必须让你进去 我们现在应该把它变成registration 就是注册新用户啊 注册新用户啊 注册新用户 它这里应该就简单了 它就是 好我们将加入这一句到我们的user controller里面啊 user controller user controller user controller加到 before filter before filter before filter 加到before filter里面去加这一句 this 之前有个login 我们现在有个add login add 它叫也是 add unauthorized action 它这里是个add 加了一个参数 add login page 但是这个参数是个add 加入这个 好我们来清理一下我们这个user add php这个文件 user add php 首先当然我们要改成register user register user register user register 好新新用户进入啊 然后我们应该password 这应该交一个password 就是打 让大家打两次password 应该叫confirm啊 应该叫confirm 我们先放在这吧 它有one 我没有找到它的语法 我们先到它的这个下一步section里面authentic authorization里面去学习啊 好我们又需要加一个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就是authentication 是教育authorization 是授权啊 授权 好我们来到我们的php 来到我们的command line clear 清空 清空以后我们就composer 那是composer require cake php authorization 也是大于2 2.0 或者以上版本 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好 让它安装 同理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application src application里面就是整个网站的application里面要加这句啊 加成这句 add plugin 我们要加这句好回到我们的application就是srcconfigsrccontroller在哪呢 嗯 嗯 嗯 哦 就叫application 就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好 我们之前就是加入的是 plugin migration 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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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加到哪呢 好 我们就是加了一句这个 这个 this plugin authorization到我们的这个 bootstrap着啊 加了这一句 然后我们在middleware里面 我们就把这一句拷贝过来了 之前我们的那个呃 教验的 authentication 教验的这个东西 我们是加到这里面add 所以但是我应该用这个方式来做啊 用这个方式来做更好一些去加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get authorization service 嗯 刚才我们就有了这个程序叫get authentication 教验 现在我们要登录授权啊 登录授权 我们就就拷贝这个 好 嗯 就get authorization service 这个是authentication service 啊 然后就return这个新的 好 我们又要回到我们的 这个orm resolver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啊 嗯 他就是 就是让受 authentication 授权的 授权的这个plugin 这个插件 找到我们相应的policy的class 然后找到相应的entity 和queue 和queries 因为我们在创建我们的用户 新用户的时候 会需要一些policy 很重要的一些policy 我们可以在那个policy进行编程 或者定义新的policy 我们这现在我们暂时用默认的 下一步是我们app application app application app application 就要看 嗯 对app controller app controller 这个里面 我们需要加入加入这一段啊 一样的 一样的加入这一段 好 加入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 啊 skip authorization 啊 不是 答错了 可别错了 sorry 是这一段 好 就把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先加进去 load components 我们的主件 把我们的整个app load进去 然后 最后就user controller 记得吧 user controller 我们又到user controller 里面去 我们加入这个 就是说我们login logout 这些动作的话 or add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那个authorization啊 就不需要 add login 和logout 这三个动作都不需要 所以我们就要再 嗯 我们加入这个 再add login login 我们就加入这一句 好 然后再logout 也加入这一句 然后还有add 还记得吗 add user 这里也不需要啊 我们就add user 好 好 它下面就讲到了policy了啊 can do can edit can delete is author 这就是我们的policy 刚才之前说到policy 好 它就是权限管理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 给不同的用户 以不同的权限 你给他add的权限 给他edit的权限 或者delete的权限 或者是is author的权限 author的权限 权限更大一些啊 author 他可以修改他自己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还是一样回到我们的命令 定行方式 我们就bin cake 然后bake 调用bake这个工具 然后policy type entity article 好 我们就 我们这policy 使用于我们的entity entity 就是article 就是我们的数据中的一个数据 数据表 articles里面的一个数据叫article 我们就调用他 好 他就 他就建立了一个叫policy 叫article policy的东西 article policy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只用这个article policy 好 到我们的就policy里面有src policy article policy 就这个文件啊 然后他这里就有几个啊 他是叫cancreate canupdate candelete canview 然后我们就不用到他的这个 我们直接用自己的啊 canadd 因为我们是用的add 还记得吧 所以我们就用canadd public public 我们就copy这一串 然后 我们就paste在后面吧 嗯 不用了 就修改 是什么的一个吧 cancreate 就canadd 对吧 为什么cancreate呢 好 这个我们就不动它 没有的我们就不动它啊 他是create 我们就edit canadd 然后return true 然后canedit 它这里canupdate 我们就用canedit的代替啊 我们就can canedit this is author 然后edit 然后这个can delete 就一样的 我们就 就 就copy进来 delete 然后就return this author use article can view 这里没有什么定义 然后它有个author 我们就定义author protect author 好 这样我们就定义完了 好 我们定义了这些这些权限以后 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就是呃 在我们的article的那个controller里面就要定义 把我们的加进去 authorization我们加进去啊 add edit delete 授权 授权加进去 好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article controller article controller article controller首先add 对吧 add article 我们需要 需要这个article 需要这两句话 article 它已经有了 我们就要加这一句 就是this 它首先它创建Instant 这不是Instant 创建Instant 我们就创建以后呢 我们就给它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article 同理edit呢 我们也是authorization article edit 他创建了这个article以后 我们就也是一样的edit 好 我们edit 最后delete也是一样的delete 找这一句 delete find sort 好 最后呢 要在 要在我们 我们要修改 tags viewsindex viewindex authentication 我们要skip 我们要skip 就把它skip去 tags 就是在这儿 我们要skip去 加一句 好 然后view 加一句 view加一句 skip view在这儿 我们要skip 然后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个index index 加一个skip 好吧 应该放到前面吧 应该是 放到前面 应该 应该 应该放到前面 啊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对 这个应该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我们来网页上测试一下啊 我们来网页上测试一下login 我们先 login login 我们称刚才的 啊 干点 好 哦 错误了 没有 没有authorization check 没有authorization check 我们应该是user add 我们试试 useradd new user list user 没有 user 好 把程序做完吧 把这个程序改完再说吧 嗯 首先add 他要修改add 他我们网页有错误啊 因为我没有 没有给他all 权限 所以我们就要修改 我们的这个权限 好 在add里面 我们要改啥呢 嗯 嗯 加了 我们加了这句authorized article 然后this response was post 嗯 action index 其他都是对的article ok add attribute add 好 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code是 对比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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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这里是手动的 是一 所以我们之前就login就是不对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我们 我们用这个 他用这个啊 他叫 cakephp-example.com 所以email地址 我们用这个来login进去 是吧 看看能不能log进去 不是 不是这个 userlogin啊 然后他是secret是吧 one 对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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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 user and password 啊 还是不行啊 还是不行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程序 修改一下这一串 把这个去掉 然后我们paste过来 应该就可以了吧 add 然后edit edit edit 我们也是一样 edit 好 我们加入这一串啊 get data this object 然后get data 后面有个参数啊 参数 这个参数是一个 动号 好 这个参数呢 我们回个车 他是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 就这串 好 好 保存一下 然后 其他的没什么变化啊 就这一句 好 主要他要求把我们这个edit 这个userid去掉 不需要啊 userid不需要 把这里去掉 好 edit add呢 add也是一样 add 哦 add里面 也是不需要 这个也不需要 那需要吗 要放着吧 好 来看看我们的policy 怎么回事 嗯 再尝试一下login啊 出现错误啊 出现错误 authentication check add add 我们要add一个新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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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add一个新的 admin at com 我们就admin admin admin 好 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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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这里admin 我已经加成功了 用户是加进去了 但是我们不能login进去啊 不能啊 这个admin 还是不能login进去啊 看一下数据库啊 数据库 user brown tag article tag 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啊 我刚才修改了一些东西 就是说把这一句话skip 这一段 我们把它放到了最头 add 好 这个 login 我也放到最前面 好 就logout 放在前面 这样我login logout 就工作了没有错误了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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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login一下啊 刚 然后 啊 还是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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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出错啊 users 我们articles 我看看articles 我看看我们能加入吗 不能 可以加 add music savearticle 哦 可以加 我现在login了 可以加 但是在users呢 还有错误 不用管他 users 我没有设置users 我们在articles算设置了 权限 所以 嗯 我们delete吧 delete 现在是对的 就是我们程序是工作的 因为我们的policy是只是针对articles 所以我们当到users的话 这里就会出错 因为就出错 看见没就会出错 所以我们就不管他啊 我们就delete 再edit一下 试试 edit 嗯 这边type一些东西啊 save 然后the last post 修改了 修改也是可以的啊 修改就是你是author 你本身author的话 你进去 你就可以修改他 但是第一个我们就不能修改 我们应该不能修改 对 就第一个就错了 嗯 因为我不是author 所以我就不能修改他啊 第二个能修改吗 第二个也不能修改 但是第五个应该可以修改 第五个也不能修改 那就是我之前创建的那个可以修改 这个也不能修改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user里面去看看啊 123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articles 是不是123的user 啊 userid都是1啊 这些都是1 所以我只必须用1的啊 那个来login进去才行 好 那我现在再logout试一下啊 slash users logout 好 好logout成功了 现在我们再来 叫 cake php at example.com 然后 the secret 好像是这个 他又说我的user name password不work 那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好 我们现在来修改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参数啊 我们把它改一下啊 把userid改一下 把userid改成2 userid crack 我们改成2啊 保存一下 好 拉大一点啊 在这边我们保存 go go 然后我们把这个改成3啊 把这个改成3 这样我们就可以修改了 edit 改成3 3 go 好 现在我们我们现在login是2 对吧 还记得我们这个不能用 我们还是用3吧 admin end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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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完成了 但是它有些错误 有些其他的错误 它按按理说的 它应该 比如说我修改这个的话 它应该提示 应该是catch an arrow 对吧 应该是在我们在edit这 应该在这一串里面 做一些什么东西 不是user controller 说错了 是article article controller article controller 在edit里面 它是加入了这句 加入了这句 它加入了这句 authorize 但是没有authorize呢 它就应该返回一个数据 数据然后告诉你 然后告诉你 notauthorized 而不是显示什么错误信息 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来改 through exception 难道用try吗 难道用try吗 不记得 好 好 我也没有办法暂时想到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作为课后作业 谢谢大家 大家如果看了看了看完了整个视频的话 大家一起来修复这个错误 怎么来修复这个错误 但你没有授权修改一些东西的话 它会给大部分错误 实际上应该返回一个错误信息 而不是显示这一大堆的错误信息 好吧 作为课后作业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最后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就是教了authentication跟authorization authentication就是登录教验 authorization就是我们的权限授权 我们给创建policy以后 给我们不同的edit delete等等 给一些授权 这种授权就是在我们的用户里 你是author的话 你就可以修改你自己的post 你的article 不是author的话 你就不能修改 然后我们这里出现 比如说我这里可以修改它 但是我其他的我就不能修改 它会出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作为一个家庭作业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如果找到解决方案的话 请跟我联系 好 我们最后就总结一下整个我们CAKE PHP的视频 总共123457视频讲解了CAKE PHP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大家点赞 请留言 请分享 最重要的是请大家订阅 支持我的视频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 请订阅